哈喽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道寒流 然后是比较冷的时候适合煮的这一道菜 来我们看这些材料是鱿鱼干要泡水 泡软 然后这是金针,金针也是要泡水 这个是鲨鱼皮,鲨鱼皮很多鲨,记得要洗干净 这个是木耳,木耳等一下要切丝 这个是猪肚,还有香菇泡水 这个是金针菇,还有红萝卜,就是白萝卜我买大条一点的 萝卜就是卡扣好的 这个是白菜,我用两颗白菜 这个是青菜,青菜要多一点,我用六把青菜 这个是红萝卜,我切粗一点 然后这个切小,还有香菇也切小 这个木耳也切好的,可以切粗一点 这个是金针菇,我切大部分都是这么的大短 这个是白萝卜,这个白萝卜切大块一点 然后这个白菜四分,一颗吃切成四分之一 这个是金针菇,这个卡扣把它切小一点 然后它的鲨汁也一直进去煮 我切成四段,然后我会把猪肚,卡扣还有筍瓜 筍瓜一起先去煮 还有记得它的鲨汁,酱油那些鲨汁,汤汁啊 都可以一起放进去煮哦 我们先滚这些,把肉滚烂一点 把它先滚一滚 这个孙瓜的汤汁也可以一起放下去煮哦 然后滚的时候给我们来爆香 这个香菇我们来爆香 香菇可以多一点比较香 我们把香菇先炒香 慢慢的爆香 这个大锅菜好吃的就是要把这些香菇啊 香料都要爆香才会好吃 我们把它香菇爆香 然后鱿鱼干下去爆 鱿鱼干可以放多一点没有关系 这样会比较香 记得要先泡水哦 我们慢慢的把它爆到香 用耐心爆香哦 没有香那这个大锅菜就不好吃了 我们慢慢的把它爆到香 翻炒到香 翻炒到香 然后炒了差不多之后 我们把虾皮也是冬黑下去炒 冬黑把虾一起炒香 放东西下去会更香哦 好朋友们 我们慢慢的把它爆到香 一直翻炒 炒不会少加 爆香后我们把红萝卜 木耳也可以一起下去炒 我们把它炒香 没有放下去也可以 但是我喜欢把它放下去一起爆香一下 我们慢慢的爆到香 你记得要耐心爆香哦 这很重要这锅就是要爆到香 然后我们放一些胡椒粉 这个是黑胡椒 喜欢用白胡椒也可以 但是白胡椒 用黑胡椒比较香 然后放一些醬油下去爆香 我们慢慢的爆香 我们炒到香之后 我们把这些料倒进去刚刚滚的卡口 我们爆进去 把全部都放下去滚 我们都放上去滚 然后我们把白萝卜也下去 白萝卜倒下去 我们白菜也下去哦 白菜可以大大的哦 因为这个要滚比较久 可以大一点 切大块一点哦 我们也把白菜都放下去 我们可以先放一半 如果锅子不够大的话 等它煮烂一点再放另外一半 我们压一压 然后我们也把金针菇放下去 把金针菇放下去 我用三包金针菇 就是金针菇 因为金针有点多 我们先放一些 后面再放另外一半 我们先放一些青菜 我们先放一些青菜 可以先放一半下去 它不会满出来 我们放一半下去滚 然后金针菇也下去滚 金针菇喜欢多一点 你可以放多一点 我们继续滚水 我们加一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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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调味料 盐巴 我们先放一些 后面不够咸 再加 因为这个要滚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加香油 这是香油 滚起来 滚起来 后我们继续滚 用大火滚起来 然后转小火慢慢滚 这个要记得 用小火滚 不然会烧焦 整个都不能吃 记得一段时间都要辣一辣 然后我们把鱿鱼放进去 如果不喜欢鱿鱼可以不用放 这个是鲨鱼皮 鲨鱼皮 一定要放 要最后再放 才不会烂掉 我们煮到 全部的材料都烂 还有手 就完成 这一道大锅菜了 这个很适合寒流来啊 或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煮给家人们吃 绝对是一个最佳的一道菜 很温暖的一道菜 这道菜就这样子完成